金光瑶脸上的笑容将注 这孩子就是心直口快 没什么坏心眼 脸方尊还请多淡淡 魏无羡悠悠补了一句 金光瑶笑容未变 就连看向墨玄宇的目光都依旧温和 只是还不带他说话 坐在江婉淫身旁的精灵豁然起身 大声喝道 墨玄宇 你到底想干什么 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墨玄宇极为不雅地滔滔耳朵 金灵啊 这般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难道你叔叔和舅舅 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他的目光凉嗖嗖的 让金灵不由地想起 他杀五天女和黑衣人的时候 莫名有些胆怯 阿玲 坐下 江婉淫发话 金灵乖乖坐了回去 阿玲性格如何 还轮不到旁人智慧 江婉淫这话 虽是对墨玄宇说的 目光却一直盯着魏无限 江宗主这话就见外了 论起辈分来 他好歹也要管我叫一声叔叔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想占我便宜 想疯了吧 金灵不服气地反驳 墨玄宇双手还凶 好整以侠地看向金光瑶 我的哥哥 你告诉他 我是不是在胡说 墨公子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金光瑶不动声色地回答 哥哥贵人多忘事 可十三年来我对哥哥 却是刻骨铭心 不敢忘怀呢 墨玄宇轻声呢喃 可在场的众人 却无法忽视 他谋中冰冷的恨意 众人心惊之余 不免议论纷纷 脸方尊金光瑶 是前任宗主金光善的私生子 难不成这墨玄宇也是 十三年前 金光善还在 莫非那时候 金光瑶曾对墨玄宇做过什么 金光瑶依旧稳坐如山 笑道 墨公子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你 可是哪里得罪了你 墨公子若是来参加清坛会 我乐意至极 若是故意挑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 已有金家修士一拥而入 承伴包围之事 只待一生令下 墨玄宇不屑一顾 屈指点着下巴 冷冷道 哥哥 嘴硬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说是吧 姐姐 这一声姐姐叫得众人不明所以 却见墨玄宇偏着头神色诡异地 看着金夫人秦宿 分明是在叫他 众人更加奇怪 既然叫金光瑶哥哥 又为何叫秦宿姐姐 秦宿被他看得莫名其妙 不由地靠向金光瑶 金光瑶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往旁边躲开 沉沉地盯着墨玄宇 墨公子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你有什么冲我来好了 何必累及我妻子 墨玄宇嘖嘖两声 叹道 哥哥你这话说的 以为我和你一样 不择手段吗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姐姐虽然和你我一样 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但身体里 却流着同一个父亲的血 和我比起来 她更加可怜 我怎么忍心在对她做什么呢 一旦激起千层浪 整个窦言听哗然一片 震惊过后是诡异的沉默 沉默是今天的先门百家 今天的清唐会过于刺激 他们有点消化不良 墨公子 凡是讲求证据 不能光凭你片面之词 就妄想污我名声 使我夫妻离心 你又怎知我没有证据 墨玄宇扶掌而笑 抬手轻拍两下 随着掌声落下 窦言听外一名女子垂手而立 缓缓进来 碧草 秦宿率先惊呼出声 来人正是秦夫人的贴身侍女 碧草 碧草的出现 瞬间把这位位高权重的脸方尊 推到风口浪尖 金光瑶怎么也没想到 秦夫人自私自利了一辈子 临终时却没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 而是告诉了一个小小侍女 面对秦宿声泪俱下的指责和众人的非议 素来擅长隐忍之道的金光瑶也不禁变了脸 他几乎不敢去看兰西辰 更不敢想 他那风光际月的二哥该如何看他 秦宿哭得肝肠寸断 机遇作呕 自以为密得良人 家偶天成 谁曾想有朝一日夫妻变兄妹 良人成怨偶 我的阿松 阿松的死是不是也是你算计的 秦宿忽然想起那个早妖的孩子 此时细思极恐 他几乎抖成筛子 就连声音都是颤抖的 莫玄宇啊莫玄宇 我终究是低估了你 金光瑶清雨一句 面对秦宿的质问 他冷漠一笑 阿宿 你如今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就应该明白 阿松他必须死 我可不想急急盈盈那么久 最后因为一个孩子而受人指摘 啪的一声轻响 秦宿狠狠甩了他一耳光 这一巴掌几乎用尽了他全身力气 金光瑶脸上迅速浮起一个鲜明的五指印 他屈指擦去嘴角的血迹 自嘲道 阿宿 你不该恨我的 你娘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让我想办法聚婚 我当时的处境 你再清楚不过 无论是你爹还是我爹 我都得罪不起 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秦宿脸色惨白 爹坐在地上 碧草心疼地扶着他 任他扶在自己肩上 大哭发泄 就算你是被逼的 那你也可以假成亲 实在不行 你可以不碰他啊 你明知道他是你的妹妹 你还蓝西辰痛心疾首 对金光瑶失望至极 二哥 我也不想的 可是太晚了 知道的太晚了 阿宿是个好姑娘 也是唯一一个真心待我的人 我是真的想好好对她 可是 命运总爱和我开玩笑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痛苦 多绝望吗 金光瑶声泪俱下 恨恨地咬牙 就算错 那也是长辈有错在先 是我父亲犯下的罪 凭什么要报应在我身上 他连这两句太晚了 蓝西辰便已然明白 他们怕是早就猪胎案结 所以才会有了阿松的存在 最后酿成了这个悲剧 所以你杀了他 用更为恶心的报复方式 墨璇宇雨不惊人死不休 看来你准备得足够充分 我猜 丝丝落到你手里了吧 金光瑶又恢复一贯优雅姿态 变脸之快 令人扎舌 知道金光善身死真相的人 都被处理得差不多 唯有一个丝丝 他念及旧情留他一命 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患 墨璇宇并未否认 窦言厅里大部分人如坐针毡 谁能想到 好好一个清谈会 最后演变成脸方尊的批窦大会 他们听得胆战心惊 知道的真相越多 心中越发害怕 不少人隐隐担忧 看来今天过后 仙门局势又将风起云涌了 无人在意思思是谁 也无人在意阿松是否无辜 对他们而言 无论是金光善的离奇死因 还是金光瑶的罔顾人伦 终究是金林台的家世 属于茶余饭后的谈资 眼下众人更关心的是 这场鸿门宴是否会波及自身 玄宇啊 该说你命应呢 当初始死无生 你竟然也活了下来 想来是为公子的功劳吧 金光瑶心思极转 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往魏无限身上引 墨璇宇冷冷道 你算无遗漏 我的确死过一回 今时今日的我 特意回来向你索命 怎么样 惊喜吧 开心吗 复仇 怕不是为了你自己吧 金光瑶寻寻善幼 你之所以这么针对我 还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魏公子吧 毕竟魏公子当年落得如此下场 在场所有人都有一半的功劳 诸位宗主不妨猜猜 我倒台以后 下一个轮到谁 脸方尊说的也在理 墨璇宇和魏无限是一伙的 他们说不定是真的回来复仇的 准备将我们逐个击破 不是还有姑苏兰氏在吗 你看魏无限和韩光君如此要好 说不定姑苏兰氏早就倒戈相向了 要说当年的围剿 围守之人可是云梦将是宗主 魏无限的同门师弟将挽淫 就算他要复仇 也该找他才对 危急自身利益 在场众人不再作弊上官 纷纷戒备不已 眼看那群人又要被洗脑 魏无限不得不放下手中还剩一半的挂 接过蓝忘机递来的手帕擦干净手上果子 一边叠着帕子 漫不经心地开口 金宗主好口才 想来当年就是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 才在祁山成功卧底 并获得温若寒信任的吧 不过你多虑了 我对你那些龌龊是可没兴趣 你之所以有今天 无非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而已 将叠好的帕子塞在怀里 魏无限这才抬谋 淡淡的目光扫视全场 并未将众人的戒备看在眼里 我若真的想对付你们 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 金宗主巧舌如簧 以为拉他们下水 你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魏无限的声音平淡至极 又似是目空一切的狂傲 至于诸魏 说难听点 不过是群屈颜赴视之徒 魏力士徒的墙头草 我还不屑去对付你们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这世道人心 他以前不是不知 只是不愿同流和乌罢了 当乌浊成为常态 清白即为罪 而孤立无缘的他 就成了这常态下的眼中定肉中刺 欲除之而后快 魏公子风采依旧 就是不知底气何来 金光摇眸光一转 落到兰西尘身上 二哥 你要和我作对吗 金宗主这声二哥就不必了 我福薄 怕是承受不起 我给承受吗 如果承受不信 我会就不小心 我给承受 码的准备 我给承受 我给承受